那剛剛的部分特別注意喔 寫完之後 本來是S等於S加 有沒有 那當然你也可以改寫什麼 S加等於 這樣的敘述方法 S加等於等於 就是S等於S加的意思 不過我想這種寫法 如果你慢慢習慣就這樣寫 如果你實在看不懂或不習慣的話 你還是維持原來的 我只是告訴各位 以後呢 也許在別的地方 你如果看到別人寫的方法是加等於的話 那你要看得懂 不然的話你別人寫的 你看不懂那就麻煩 所以串完之後的話 應該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另外那個label部分 剛剛好像有同學這樣 多了一個空白這樣 他好像多一個空白 其實執行好像也會錯誤 有沒有 他跟你講說 這個地方 如果你看到了這一串 什麼label 其實意思就是你這邊多階層 這個我好像也常遇到 因為偶爾難免不小心按了一個空白 這樣子也會錯 所以其實他這個地方對於那個 有沒有縮排這件事還非常敏感 有沒有這樣就OK了 所以基本上還是注意一些小細節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做出幾個動作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一個到總共13個 所以這邊有一個一直到13個那個信號 那我要怎麼輸出 那這裡的話呢 我會一樣有兩個回圈 那這邊的話一樣會需要有一個自串的串結 那我的寫法跟那個就是有點像 預設值還是給一個s 那i的話呢是決定的嘛 跑幾次 跑一次 兩次 三次 一直到最後 總共13次嘛 由i來決定 那 j的話決定什麼 決定輸出幾顆心 OK 那你想說他決定輸出幾顆心的話 j 那可是問題 j當然還是從1開始 可是後面這個數字應該是多少呢 原來你可能14啦 如果你14的話你會發現輸出會變這樣子 是吧 全部都是13顆心 但是如果你希望第一次輸出一顆心 第二次輸出兩顆心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個地方改成什麼 由誰來決定 由i來決定 很妙喔 兩邊可以連動 i 可是i預設是1嘛 那這個後面的數字請記得 因為他如果是1的話 那就0啦 有沒有他一定會到-1的那個 所以你什麼 記得把它加1啦 加1之後的話呢 那這個地方 加1啊 不對啊 應該是加2 加2才對吧 加2 加2的話呢 跟正雅跟正雅 不對不對 應該是加1 因為他初始是1啦 1加1那就是2 2的話就是先跑一個 下一次 第二個就跑 i的話2 2的話再加1就變3 3就變兩個啦 減1就對了 OK 那我們跑完之後的話 來試一下 基本上 這個地方輸出 可以得到結果 OK 那這個是第一個 我如果要得到一個正向的回圈的話 可以這樣做 但是如果我希望做兩種變化 一個變化什麼 把它這樣顛倒過來 13個在前面 一個在下面 這第一種變化 第二種變化 我希望呢 能夠幫我變成這樣子 等於是 一樣是由少到多 可是問題前面會有一些空白 那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來試一下 那這個是有關那個 利用縫迴圈輸出 那個三角形 就星號三角形的這個練習 請我試一下